现在国会的状况就是双方开始激烈的展开肉搏战 事实上呢 我觉得理论上来讲了 民主政治就是属人头嘛 那愿典集书嘛 可是台湾民典政治的进程 其实进步了整一次是这样 如果属人头的话 那到现在还是国民党决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碰到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 比人头还要比拳头 再来呢 在美国宪法呢 就是说当你拳头不够用的时候来抵枪 这就是美国宪法赋予 有一些州人民的这个使用枪械的权利 那我们回到台湾 我真的也不想碰到变成这个西中山啊 或者是早期什么抗日啊 不需要用到刀剑嘛 因为我觉得人类众化应该是 以鼓为进口变身剂嘛 全是不忘了 总是一代比一代要幸福 不能一代要比一代更野蛮嘛 好 那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 我先提供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啊 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 国会改革修法 一直到是那个费死都经历了一件事情 最后视线决定 对不对 好 宪法法庭的判决生意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 其实宪法法庭的搞了半天对不对 那个费死闹得费得扬扬 然后宪法法庭大法官讲了一大堆 最后呢有讲跟没讲一样 不敢解决 有件事情就放着 所以就是我常常看大法官的信息 这件事没有读书呢 学问不够呢 还是学问太多了 老是写一些东西让老百姓看了半天 你还不断断断断断断的说啥 你是买啊 不敢说一句话 老人不敢说一句话 不敢说一句话 没有 就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么为了确保宪法庭 在审理重大案件的时候 能够涵盖多人的意见跟观点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 邦晓琳律师 从立法院新会集在提到 宪法诉讼的修正讨案 让大法官的判决门槛 从原来的过半数 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而暂时处分也采取同样的门槛 而且应该不理由 确实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 大法官如果要达成某一种 因为大法官也要慎重 为什么事情要招到大法官 跟你说 找不定了 台湾现在有的机制 搞不定 所以才要请大法官 大法师来排阅一下 所以大法官的这个门槛高一点 在法理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我晓妮这个提案 暗塘杀鸡 这是一招绝招 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绝招 到底有没有合理 有没有合法 我想这个立法的动机是对的 他说为了要涵盖多元的意见跟观点 既然这是一个处理重大案件 那么大法官的决议就要 决大多数决 意思就是说不是过半而已 过半就要去 比方说你这个六票对五票 那是很争议 所以他说要三分之二 这个也是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造成的结果会怎样 会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包括了战事组分 大家看到这 这个战事组分 也觉得很轴心 立法院的直权行使法 在立法院 蓝白一合以后 不是强势过败吗 结果民主党不服气 怕大臣旁落 就把这个案子交给大法官去视线 而且做了战事组分 这个就碰到了这件状况 好 值得注意的是 接下来大家要记一听 老师有在讲 你们要注意听 翁晓琳的提案 原先没有被列为 国民党立法院党成本会局的优先税税 但是 现在已经获得23位国民党立委的延署 并且已经列为优先法案 预计27号用会谎官庇委 国民党并且事先跟民众拿立委沟通 取得一定的共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带我回家看 这不是单纯的一个法案 我觉得最高高 国民党主席杜立伦说 八成的民众反对 施线 未来说法应该通胜 现在是拿废死这个议题 拿来当成一个谎 你知道 其实 废死这件事情 有点争议了 那你问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觉得死刑可以百年不用不能一日不备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 这个当然你有很多的角度 从这个 神创造人 从宗教 从各个角度 是可以讨论的 那碰到这种高度争议的事件 应该怎么办呢 我个人认为 像这种高度争议的事件 就应该交付公投 但是交付公投之后 不能够像蔡英文这样子 同婚不合法 公投的结果 接近四分之三 最后被几个大法官就直接给没收掉了 这个就是荒唐了 那你早说嘛 那大家不要投票嘛 不要浪费钱 不要浪费时间嘛 我们这样看 什么样的票 可以veto其他的 这是什么票 可以否决别人的票 我告诉大家 不用什么很深奥的学历 也不要告诉我说 美国安乐都安乐 我听了吗 我没办理 我没知识 我们就用常识来听嘛 我们就来举个比喻 今天我们的国家 像是你家的大楼管理委员会 这样子吗 所以你的大楼管理委员会 一定有一个全体住户会议 还有什么 全体住户要选出一些住户的代表 什么主委委委员 住户委员 然后一般世界上就是有委员投票 好 我们设想 今天大部分的事情 其实一般全体住户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工夫 去一直开那么多的会 所以通常都交给住户委员去开 那我请问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这栋大楼有31个住户委员 这个住户委员开完会 这个20比11 擅长这栋大楼 比方说要增加管理费 结果 这个管理委员会的服务委 他呢 就伙同了另外5个 委员 后来把这31个委员投票 给废走 就是压过他们的决定 说这样不可以 请问你 你们这个大楼支会委员会 会收拔 会去完结 会失败 今天台湾的政府就在干这东西了 就用大法官 少数人去推翻了民意代表 多数人的决定 好 我们再往下一层讲 如果今天你这栋大楼要租庚 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事项吧 恐怕不能交给31个住户委员代表你 所以要开一个住户大会 全体住户参加 你不参加你继权你家的事 结果全体住户参加 过三分之二 70% 说要都庚 结果呢 这个住户的管理委员会 31个委员 说不可以 推翻了住户的多数学 我再问各位 你感觉你到这大楼的小台企业 你觉得这样子别人能接受吗 好再退万步言 这个三分之二 超过70%的住户 决定投票要都庚 结果住户管理委员会的主委 火同了五六个人 开了一个会 把全体住户投票的结果 我没收了 说没有 我们六个人决定 不能都庚 我再问一遍 你感觉你这大楼会出事呢 这就是台湾 不用去问什么 不用指什么德国 什么伊国 美国 我不管理了 你就去想想看了 你这个迷意代表的成绩 代表迷意的成绩 人数 普及度 是哪一个比较优先 可是台湾新鲜的法律 乱了套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要跟我举 什么伊国 怎么样 美国 怎么样 最重要的目的在于 所有的统治者 都在思考用精英控制老百姓 你知道我在美国念了 这个政治传播 有一堂课叫做 我们那个老师叫 Chop Simon 第一堂课就在讨论说 无意是什么 到底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 都可以投票 是票票等值还是票票不等值 是精英的意见比较重要 还是所有人的意见 都一样等值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得觉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何事该不该先见 这些事情 如果全民意投票 会有什么结果 可能有一半的人 不知道何能 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都有票 是他们投票好呢 还是由专家来投票 何能专家 虽然专家 这是专门骗人家 可是 好像专家投票 比较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零跟一 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 什么叫做有代表性的 public opinion 在学界当中 你是不断的被辩论 好不过 话讲回来 你总要做个提醒 所以在民主政据中 碰到这一类 像费死不费死 这样的问题 还有国会议员的改革方案 这个难度没有非常的高 不是说核能发电的安全性 一种非常属于专家政策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东西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小团体服从大田 对不对 如果这一个预案能够全民公投 最好 如果不能全民公投 就由代仪式113个委员来投票 如果113个委员不能投票 才交给大法官来投票 结果今天不是 今天台湾的社会 拥有权力的人乱了套 他要用他任命的大法官 就那么十来个 要推翻113个立委的决议 那如果这个案子可以交给全民公投 那当然更好 可是 今天能不能全民公投 还是政府控制的 政府让你不能公投 他用想定各种方法 交哪里让你不成案 这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 我们再来看看 立法院 如果把大法官的投票 跟有关于暂时处分的投票 从二分之一的门槛 拉到三分之二的门槛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给牌效益 很重要哦 接下来呢 你我可能 垃圾车 没有人收垃圾 那么 中央银行 没有人上班 当然了 我也是懂得听了 不过 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